飛彈快艇緊急出海 因為瑞源無人機在我琉球西南海域 發現不明目標 與此同時 載有雄二雄三反艦飛彈的發射車 緊急就戰術位置揚起了發射架 配合不對稱戰力 準備所需的機動性 海軍海風大隊旗下的陸基飛彈發射車 今年來也得全台戰術位置延續 也得跟軍艦上的飛彈相配合 我們會經由這個有效的數據鏈路 以及通訊鏈路 將目標做一個共同 建立一個共同的作戰圖像 由指揮官統一下達 對目標實施統一的攻擊 除了先兩步的接鎮 布雷艇與陸戰隊隨即出海 國燒台M1洞溝特戰突擊艇 最高速度可達46階 時速85.1公里 要用最快速度達到特定水域 來協助介護布雷 加速S型大轉彎 漸騎水滑 海軍第一次邀媒體搭M1洞 勾快艇 展現高機動性能 從海上角度觀察 布雷作業 1 2 3 4 直高投放水雷 我反水面作戰的塔江軍艦 也一同出動 更開啟船身的斜向發射箱 另外海軍也施放 紅雀二型無人機 那在海上載台的話 因為會受到 涌浪的影響 會造成我們發射平台的一個 活動跟起伏 這個是我們訓練上比較困難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一一的克服 來完成我們海上無人機的一個 放飛的一個任務 不過空軍日前可以釋出 東部戰軍海軍某岸島團 飛彈發射車奔赴野外陣地訓練的畫面 洞賀意味濃厚 但國軍也趁春節加糖戰被演訓 對外展示艱軍備戰 不分週夜 TVBS新聞話真算 劉婷婷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